如果你畏高,你就不要走過來了 因為這裡就是一個很斜的地方 很斜,你可以看到 好像想滑下去,我也有一點點害怕 你看看我的腳 很辛苦,逼了很多人之後就登頂了 我們上來,沒有站在標高處 因為很多人在排隊 我們現在就看到360度的一個景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去一個地方叫做 紅香爐峰的地方 我們就在金鐘站搭了這架 24M的小巴 然後來到這個北拉山道這個位置 下車,然後就向那邊走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選擇的路線就是走 這個金督池馬徑那邊上去 我們現在立刻出發 其實另外一個選擇 你都可以在寶馬山那邊走過去 那邊的路程會短很多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走 我們現在就沿著這一條的馬路 那就向前走 其實就OK的了 沿途你會經過一個爆炸品處理基地 那你看到之後呢 繼續向前走的方向就對了 我們走了大概十分鐘左右呢 沿著這個北拉山道 那經過了爆炸品處理基地之後呢 我們會來到這裡有個分岔路的 那一邊就指示就是往這個 北拉山電台 那另外這邊有北拉山把牆的 那我們都不是在這裡 我們就是走到這裡 金督池馬徑 我們沿著這個金督池馬徑那邊走進去 那我們沿著這個金督池馬徑呢 大概走了五、六分鐘左右 那我們就上到一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 太平山的山頂 看到半山的住宅小廬那些 如果你看到外面也看到維港、中環中心、IFC 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上去 相信上面的風景會更漂亮 我們現在就繼續向前走 我們走著走著就走到這個不太顯眼的分岔路 但你都會看到這裡有個路牌 就設置金督池馬徑油斥路進 你就不要繼續向前走 你就在這裡轉左沿著這個小路走進去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好像森林那樣的地境 對 沿著這個金督池馬徑一邊走 其實沿路的風景都很優美 不但只可以看到維港景之外 其實沿路也有一些山間山溪 就好像這個 剛剛昨天下雨了 所以來說 它也有很多水在這裡流下來 很棒的 這裡其實都是一些打卡位 你有興趣也可以在這裡打卡 走著走著 我們就走進了一個小路 那小路其實這裡有什麼看呢 就是你看看我後面 身後其實就可以看到整個香港和九龍 就看到了 好啦 那這個小路還可以繼續走 那我們現在呢 就向前走 看看拿不拿到更漂亮的打卡位 先 那 我們走著走著走著 其實就有點像下山的狀態 那就可以走出一點 不用被樹遮住 嘩 這個位置就完美很多了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秘密打卡位 是不是很棒呢 看一下這個秘密打卡位 這裡可以 跟這個角度 其實在很多的行山地點 都是比較難看到的 這個角度 那 我們很少在這邊看 這裏就像在維園那裏上面看下去 對了 那你見到 大坑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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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可以遠調這個太平山的山頂 那也有 你看到 ICC IFC 空環廣場 對 那這邊就是九龍 你可以看到 那整個蝦沙咀都看完了 維高也都看完了 好棒 這裏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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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很高 這裏 如果你是畏高 就不要來 因為這裏 是一個很斜的地方 很斜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好像想上去下去 我也有些少少鏡 你看看我的腳 很害怕 怎麼了 但是這裡風景就很一流了 因為你真的可以無傘無擋 可以看到這裡所有的景色 但是就注意安全 滑下去就是這樣 好 其實我們現在還未登頂 不過沿路已經來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跳望 之後是維港兩岸 這裡也是其中一個打卡位 可以看一看 天氣好 其實可以看到環境山莊 獅子山 一邊看過去 好 我們走到差不多一半路程 你來到這裡看到有很多個分叉口 其中有樓梯的分叉口 一條就是轉右轉下去 現在你看到這裡在塞車 不是塞車 是塞車 上去的這條路 就是負責登頂的一條路 我們現在就由這裡走上去 好多人 嘩 經過一輪塞人之後 就上到這個位置 那麼 這裡還未再到標高柱 因為實在太多人塞住了 這裡也有一個打卡位 有一個石頭 其實目標是在那裡的 那個標高柱 好 我們現在嘗試試 是不是到那裡 嘩 多辛苦 逼了很多人之後 就登頂了 那麼我們上來 沒有站到標高柱 因為很多人在走隊 我們現在 就看看這裡 360度的一個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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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哇 這裡真的不算難走 這個大概30分鐘就能上來 如果你真的不多人的時候 就非常之好 但是 今天也算多人 因為天氣好 所以 都要排了一陣子 才上到這塊石頭 這裡就可以看到 真是魚沖那邊 記住在這裡打卡啦 多謝你的收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拜拜